80后染发用染发书 90后染发用泡泡染 而现在的年轻人都在用这个 基本上半个月就要染一次头发的 主要是并角这个两边 长得太快 我以前用过很多染发膏 但是都没有这个好 虽然它有点小贵 但贵在健康贵在安全 我就是换老公 也不换这个果果染 只要它太好用了 第一我不是染发书 我也不是泡泡染 现在连我妈都不用泡泡染了 泡泡染用完伤头发 建议女生染发用果染膏 不管你穿的再好看 画得多精准 一个好看发色能提升整个气质 就是这个宝贝 不用调不用配 就这样挤出来 和洗头一样揉搓均匀 再用清水洗掉 颜色自然又亮丽 这一瓶就一个颜色 你不用调不用对 像我那样直接挤到咱们干发油发脏发上 你看膏体都是这样晶莹剔透的 对不对 干着头发上头揉搓就可以了 就这么给它揉匀了揉透了 打出这种香香的绵密的小泡沫 怎么揉怎么去搓擦 咱们来看一看 咱头皮 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黑色等个15分钟 彩色咱等个40分钟 咱们等个40分钟 来看一看 上色效果 黑茶色茶好了 咱们来看一看 怎么样 不错吧 关键是有白发 也能直接遮盖 而且染完的头发你来看 丝丝滑滑的 一点也不干燥 有想花发色 有想盖白发的几件 来我这部间 看一看 看一看 干净